繼續來到雲林北港 有一間專門在做 抓狗阿町的百年老店 通告第五代的林聰恒師傅 林聰恒正丹心 這個工業會來實斷 教授 他的第二年後生 回來接手 不要怕工業 來演繡抓狗阿町的記憶 今天是看見台灣國保師傅 用途中在那邊打開小火悠遊 這樣才有多 便出一個鐵座 接下來慢慢便去抓狗阿町的骨骼 一手抹狗阿一手大爪 動作很熟練 但狗阿打起了 就要進行一步 開始圍堵駭魚 走不走 在抓狗阿町 上面駭魚的是林聰恒 他做手工的骨骼 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不用怕錯過 就可以揮出 很必須的新娘 為方的好將軍 要成立順順順順 這在旁邊這個是他們好生 為骨骼的技術也很實施 他本來是做美化的 後來答應他要賣 正式成為第六代的這班人 以前會 現在因為我的小孩老二 他準備接手 所以說我就放心了 在這兒竟然很會經營 這間在雲林北港的百年 抓狗阿町的老店 他學生進入自己的生活 也做動蠻狗阿町的作品 有哆啦A夢要海綿寶寶 他學生說這是人家主門的 要不然林聰恒有他的堅持 廟裡的不能開玩笑 林聰恒總是說 這些抓狗阿町 是生命的東西不可以麻糊 做的事情還要生心生意 因為手工做的抓狗阿町 代表所有百年的共同文化 除了團身工業技術 傳統的精神也要團下去 都有鷹 給你聽我聽你聽說